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一期 MM豆化妆挑战 这个热度大概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吧 就是一点点热度都没有在上 再加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搞那什么彩色的皮肤 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展现我这个化妆的实力 那我化妆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开始 为了方便接下来我的这个发挥 所以我就把这个眉毛给它遮掉了 就是没有眉毛的我真的丑的一批 我们先来选一个底妆的颜色 蓝色 Amazing 前两天刚试的蓝色的皮肤 我今天肯定不会翻车 刚好我手头有这个蓝色的京剧化妆油彩 今天就可以直接用到 感觉我调的这个蓝色好像不够深 上一期视频我还是问大家要不要看蓝色的皮肤 今天就来了一个蓝色的皮肤 这可能就是天意吧 啊 好搞笑啊 我盯妆的时候发现我这个刷子已经变成蓝色 按照正常的步骤的话 接下来应该是先画这个蜜毛 但是我的个人习惯问题就是 我是一般先画完眼影再画这个蜜毛的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选一个眼影的颜色 不知道会是什么刺激的配色 黄色 这么刺激了吗 行吧 黄色就黄色 刚上上去还是黄色 暈染一下 然后直接就变成绿色 完蛋了 今天就是要大翻车呀 今天 我今天肯定不会翻车呀 一个颜色画出来还是太单调了 我再选一个看看能有一个什么颜色的搭配 我今天就是来搞笑的 我还是做一个截断 让这个黄色更显眼一点 让它们有一点层次感 然后就是眼线的部分 就我希望不要再是黄色了 不能哭 要坚强 要坚强 我可能就是非洲人本非嘛 怪不得我不太适合玩卡牌游戏 别的up主都出出来就五颜六色的 那我怎么就只有两种颜色呢 我就怀疑我这盒MM都只有蓝色和黄色 然后来修个绒 对我的步骤就完完全全就是乱掉了 我已经不管了 我破罐子破摔吧 就这样吧 现在这个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已经真的无所谓了 修完绒之后呢 就是高光提亮的部分 我先把这个面部就是弄完了之后 最后再画眉毛的 高光的部分 千万不要是黄色 千万不要是黄色 它是看清我的本质了 所以给我这么多黄色 然后再来画眉毛 我无语了 我是真的没有作弊 也没有为了节目效果 就这里面明明这么多颜色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黄色 为什么 我说实话 这样的话 那我今天的妆 那可真是颜色相当的统一 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唇妆的部分 这次应该不会是黄色了吧 虽然不是黄色 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如果没有这个挑战 我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出这样的配色 它还想起来 我好像没有怕腮 所以我们再来抽一个腮红的颜色 果然不跟着原有的步骤 就很容易忘东忘西 蓝色的腮红 最后就是在不改变妆容原有的配色情况下 进行二次改造 我愿称之为有鬼丑的魔改时间 主要还是眼线的部分 我觉得眼妆的部分实在是太单调了 所以整体就强调了整个眼线 让它看起来更加酷一点 这才是整个视频的正片部分 也是我开始炫技的部分 前面我都是来搞笑的 想不到吧 意不意外 我想着既然是黄色的高光 那我不如用眼线叶笔去点一个假的高光 反而看起来更有感觉一些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妆容 突然之间就提升了质感 变得稍微好看了起来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